婆婆 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你说 这两天呢 你说说说是搬出去住吧 儿媳妇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边住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让我搬出去住啊 是这样的 我父母呢 打算过来跟我一块住 咱这家里这么小又住不下 所以啊 你就搬出去住 你的意思是你的父母 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对 我呢 准备把我父母接过来 跟我一块住 他们现在年龄也都大了 这更何况呀 他们就我这一个女儿 到时候他们搬过来呀 跟我住一块 我照顾他们也方便 你看 咱俩在一块已经住这么多年了 这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也轻浮吧 我已经够孝顺了 这我爸妈年事已高 我现在呀 就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 好好孝顺孝顺他们 我这样做 您能理解吧 萌萌 你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应该的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你让我从自己的房子里边搬出去住 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 你当初嫁过来的时候 连陪嫁都没有 我心疼自己的儿子 不想让你们吃苦 才让你们搬进我的家 这么些年 我尽心尽力的帮助你们 不仅帮你们操持家务 还帮你们带孩子 现在你们嫌我碍眼了 就要把我扫地出门 还想霸占我的房子 你这么做也太让我心寒了 我父母寒心如苦把我养这么大 我现在就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 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的 你赡养你的父母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你应该靠你自身的努力 去赚钱给你的父母买房子住啊 这是我的房子 你有什么权利 让你的父母在这长期住啊 如果你想霸占我的房子 那我一定会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婆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霸占你这套房子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呢跟你儿子 在咱们的附近 已经给你租了一个大单间了 这里边的水电啊 都给你弄得特别齐全 这到时候你住进去啊 你呢 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 是不是 你看我这样做 两全其美多好呀 既然你说的那么好 那你怎么不让你自己的父母 去住大单间呢 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家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这 我父母刚从老家过来 对咱们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我怎么能让他们住啊 这样啊 这样的 你呢 先在外面住个十年 我让我父母在这边住十年 这到时候 过了十年 我把他们安顿好了 我再把您接回来 我这样做 您看 公平合理吧 你说这话 混用谁呢 我如果听了你的 从这个房子里面搬出去 恐怕我这房子 就再也要不回来了吧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就不要把你的父母接过来 如果你要强行把我从这个房子里面赶出去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婆婆 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 您说我这父母住过来了 我跟您儿子面临的可就是三个老人啊 我这一个月工资也不高 就六千块钱 到时候我跟我父母住在外边 这我也负担不起啊 如果您能搬出去的话 这我爸妈住过来 他也会舒服一些 再说了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您儿子呀 也认同 所以呢 我希望您能够支持 理解一下 那我问你 这出去租房子 房租谁付啊 当然是你出啊 哎呀 婆婆 这笔账呀 我跟你儿子都算过了 哎 您看 您这一个月的退休金有四千块钱 这房租一千 加上那个水电 一千五 跑去你的吃喝喝 您这一个月呀 最少还能剩一千块钱 这到时候呀 您再补贴补贴我们 这多好呀 是不是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啊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居然还打我退休金的主意 你们还让我从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住 还要付房租 剩下的还要补贴你们 你们的孝顺还真是别具一格呀 更让我伤心的是 这还是我儿子的主意 我怎么养了你们两个白眼狼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愿意搬出去 还想跟我们一块住的话 那这以后我可不敢保证 我对你有一个好态度 你父母明知道你跟我儿子结婚 连个孤立的住所都没有 却还要来投奔你 看来你们一大家子 是都想嫁到我们家 你说这什么话啊 当初是你儿子非要死 你俩俩俩拯我功诺一生的 你呀要真心疼你儿子 那你就再给他买一套房子呗 我知道你这手里有钱 我呢也不贪心 你呀就再拿个一百万出来 这其余的我自己想办法 一百万 你口气可真不小啊 别说我没有了 我就算有我也不会给你们 我回来了 妈 老婆 你们在聊什么呢 哎呀老公啊 看你妈你给我说说他 儿子 你回来得正好 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妈 你说 萌萌的父母 说要来咱们家住 还让我出去租房子 我想知道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妈 我是知道这件事的 而且我已经同意了 萌萌家就他这一个孩子 他父母年纪也大了 你说除了他 也没谁能够更好的照顾二老了 你也知道萌萌是个孝顺的孩子 那我也理解 他想尽孝的这份心嘛 那我就 只能答应让他父母搬进来住了 而你也知道 咱家这房子这么小 住不下那么多人 那就只能委屈你 暂时的搬到外面 租个房子住嘛 你放心妈 只是暂时的 以后的规划啊 我还会跟萌萌再商量 臭小子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这么对我呀 当初 你跟萌萌结婚的时候买不起房 我毫不犹豫的就让你们住进来 还帮你们带孩子 每个月还补贴你们 你们现在 居然想把我赶出去 让我把房子腾出来 让给别人住 妈 我说了 这都是暂时的 你说暂时的 谁敢保证以后这个房子 我还能不能要回来 儿子 这个房子 可是你爸留给我的 现在萌萌他们一大家子 想要来霸占这个房子 你不但不帮我 还跟萌萌站在一起来欺负我 儿子 我可是你亲妈呀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呀 妈 说过了 这是暂时的 暂时的妈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他父母过来住 最多住个十年八年 等适应了 再搬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你才搬回来这不就行了吗 再何况 你还有退休金 你一个人住 还可以自己的享受生活 也不用帮我带孩子 超市家务呀 这就是为了以后 为你考虑 你怎么就不理解我了 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说为我考虑 为我着想 真是快离我失望了 岳阿姨 哥哥嫂子也在呢 岳阿姨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你不是给我妈拿了一个这个 艾草抽成垃圾袋吗 你听完了 我妈来让我论了还有没有 有 我给你拿下啊 谢谢了 岳阿姨 哥 嫂子 走了啊 儿子 我是真没想到 你居然为了讨好自己的岳父岳母 要把自己的母亲 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 我现在很明确地告诉你 这房子是我一个人的 你休想打它的主意 妈 妈 你也太固执了 你就我这一个儿子 以后等你走了 这房子是不是还是我的嘛 如果你实在不想搬 那你给我一百万 我跟萌萌两个人出去 再买套房子住 妈 妈说回来 等你老了以后 还得让我们俩来养老呢 我怎么就伸出你这个没起没意的儿子 行 既然你们这么坚决地要把我 从自己的房子赶出去 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但是 你们可别后悔 妈 这怎么回事啊 我把房子卖了 房主三天后来收房 你们也收拾一下 那是不是 那么温暖 对 我怀疑 那帮你 那你收拾一下 就行 你收拾一下